档案格式与像素解析度 在这节当中我们先来了解数位影像的基本元素用语 常用影像格式 影像处理时要考虑影像的用途与储存的图档格式 这样才能让该影像符合输出设备的需求 PSD格式 PSD是Photoshop专用的档案格式 可以保留各种图层、色板、混合模式等完整的影像结构资讯 RAW格式 RAW是一种专业摄影师常用的格式 能完整地保存未经处理的影像细节 让使用者能于事后再大幅针对相片进行后置 JPG格式 如果想要将相片、海报等放到网路上 JPG格式是很好的选择 因为它可以自由调整 取得最佳品质与档案最佳化的平衡 GIF格式 这是网路上普及率最高的影像格式 在网路上看到的动画按钮 JPG格式是一般影像和排版所支援 JPG格式支援RGB全彩 16色、256色灰阶黑白影像的类型 影像色彩模式 每种配色模组都各有其独特的特色 可以依照成品所需来适当地调整 CMYK色彩模式 此模式以色减法来混出各种颜色 颜色在相互混合后 重叠的部分就会越暗 如果作品需要印刷 就一定要转成此模式 可让印刷品的色彩更加的细腻 RGB色彩模式 RGB模式可呈现鲜艳的色彩 一般数位相机或拍摄的图片均为此模式 如果作品最后要以荧幕输出 就请选择此色彩模式 灰阶色彩模式 灰阶色彩模式是在影像上 使用高达256种不同的灰色所组成 索影色模式 在此模式下会选择最接近的颜色 或使用混色 自动模拟产生256色的八位元影像档案 因为色盘有限 所以索影色会裁剪档案的大小 检视影像色彩模式 在Photoshop中可以选按影像 模式 即可知道该影像的色彩模式 与相关属性 影像色彩模式的转换 影像的色彩模式会影响档案的大小 一般来说影像在输入电脑时多属于RGB色彩模式 如果要使用Photoshop最完整的构像功能 我们也建议要使用RGB色彩模式 如果不是这个色彩模式 也可以选按影像 模式 来利用其中的选项就可以转换了 像素与解析度 像素是电脑上用来记录影像的基本元件 也是组成点阵图最小的单位 像素数量越多的时候 可以表现影像越细微的部分 相对的档案大小也会相对的增加 以荧幕上1024x768的像素影像为例 大概约为80万像素 解析度 许多不同颜色拼凑出来的像素 所构成的集合体为解析度 每英寸内的像素数量越密集的时候 所记录的影像资料也越为丰富 如果作品要应用在杂志或是相关的印刷品 建议解析度约为300-350dpi 而一般的文书报告则为150dpi 数位的相片要到相片馆送洗的时候 建议解析度要设为254dpi以上 才不会有模糊失真的状况 在荧幕上呈现的作品 例如像网页 建议解析度约为72-96dpi就可以了 在数位影像中分为两种影像类型 点阵图与像量图 点阵图是以一格一格的像素网点为基础组成 以点的方式记录图形中所有的颜色码 像拼图一样组成整张影像 但放大影像后 会产生如马赛克色块的锯齿边缘 向量图是以点线面的概念 利用数学运算而成 在缩放时就不会出现失真的现象 但因为向量图在色彩的表现上不及点阵图来得细腻 所以档案大多比点阵图来得小 以上就是档案格式与像素解析度的说明